好,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台小方向 左边这个是总开关键 长按就是开或者关 然后转呢,你看 它这边就会开始跳 就是选你不同的你需要的功能 然后比如说选定了空气闸之后 就按这颗,右边的这颗 确认 然后它这边就有温度跟时间出来 如果你觉得这个温度太高 它在闪的时候就说明你是可以选择的 你就可以把它温度调低 然后如果你觉得那个185度 比如说是可以了 你就按一下确认 然后这个就是时间 时间出来的时候在闪的时候也是可以调 如果你觉得15分钟太长了 那么就给它比如说放到8分钟,9分钟 然后你确定你需要这个时间以后 按一下这个键 它就开始工作了 如果说你觉得按错了 我想给它取消一下 按这个返回键 它又是可以再重新选一下的 所以这个就是测销键 返回键的意思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样用智能菜单的模式 你首先看好你要选哪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想用蒸烤的做个黄焖机 那你看好是P36 然后在这里选到智能菜 然后确认 这个就可以选了 刚才是P36对吗 所以你就转到P36 然后这个时间35分钟它就会自动弹出来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好像不够长 因为你的机比较大 你想要45分钟 首先你先确定这个P36 然后时间这边开始闪了 你就放到比如40分钟 然后确定了 开始就可以了 然后在途中呢 比如说你想看一下你这个东西做怎么样了 灯开 你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情况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水在哪里加 这下面有个抽屉 把它抽出来 那我先给它关了 抽出来之后 你的纯净水就可以通过这上面的孔加进去 前面这里有一些 你看我这里有点脏 是因为它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功能 看除够蒸汽清洁跟腔底烘干 因此当它用蒸汽清洁的时候 它那些污垢的水就会漏到这个孔里来 到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去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这边有一个显示 使用蔬果干功能控温擦片对增点 就是说你看咱们这里有一个酥果干的功能是吗 就是有一些饼顺东西受潮啦 或者你想做一个水果干啦什么的 你要我们有给这个一个黑色的 这个黑色你要这样放进去 它这边有一个点的 使用酥果干功能控温擦片对增点 你就对增着 A是这样放 这样放 可以这样放 就是要给它留个空 就可以了 最后介绍一下怎么用这个中文的这个菜单 这一块呢是煮菜单 煮菜单的是作为这个煮菜单的翻译 因此你可以到时候选就知道啊 角落头第一个这个是蒸 第二个是蔬果干 第三个是空气夹 第四个是智能菜 你就知道从左到右 你就开始数第几个按钮 就是第 是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这里就是智能菜单的啊 一共到P40的智能菜单 然后这个三角形呢 就是你在英文版上这个三角形啊 到时候放那个蔬果干的时候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这三角形对准这个三角形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关于这个 使用说明 也是一个使用说明 简单的一个使用说明 告诉你我那个左键啊 右键啊 是怎么按的 然后这里是一些注意事项 温馨体式 本来它的英文版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这个下面的啊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注意事项 可以有空的时候读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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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